2021年4月初 抖音在广州举办了第一届 抖音电商生态大会 并且在这大会当中 喊出了兴趣电商这个名词 这个名词立刻引起所有中国电商圈 以及消费趋势专家的一个关注 究竟什么是兴趣电商 抖音为何以此来宣告新电商时代的来临呢 那么以下就让我说给你听 关于今天的这个题目 我会从三个方面进行分享 第一 谈到抖音的快速进化 第二 介绍有关于什么是兴趣电商 第三 传统电商 社交电商 还有抖音的兴趣电商究竟有什么不同 关于抖音的快速进化 我们可以从2016到2017年开始谈起 2016年9月呢 抖音字节跳动 在今日头条上将它孵化上线 当初抖音就是定位在 是一款可以在智慧手机上浏览的 一个短视频短影音的APP 将近过了一年 2017年的5月 抖音的国际版Tiktok才正式上线 2018年 抖音者迎来了市场的爆发期 在2018年大数据报告里头显示 截至2018年12月 抖音于中国的使用人数呢 越活越用户已经突破了2.5亿 越活越用户 则突破了5亿 这意味着在当时 每两个人的手机里头 就有一位手机 以及安装了 抖音的APP 那么也在这一年呢 抖音迎来了第一次的品牌升级 抖音从原本警示智慧型手机上 分享短影音短视频的APP 重新定位成为 记录美好生活的APP 2019、2020年 抖音前后举办过两次创作者大会 抖音的CEO张南 正式宣告 抖音的功能、服务、内容、演算法等 都会以人为核心 作为开展 抖音从原本记录美好生活的APP 再次扩大为 记录生活、分享知识到灵感变现 并且要帮助创作者 以优质的内容来驱动商业的成长 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 2020到2021年间 抖音则引来了在商业上的飞速成长 抖音的日货用户从原本2018年底 2.5亿人 快速增长到2020年6亿人 也就是说 每一天在中国有6亿人会刷看抖音 超过30分钟 其中在商业的电商发展的基础上 抖音在一年的时间 也增长了50倍的交易种了 2021年的4月8号 抖音在广州举办了第一届 抖音的电商生态大会 抖音的电商CEO康哲宇呢 第一次将抖音定义为 兴趣电商的一个发展 并且完整地陈述了有关于 兴趣电商未来的一个商业的发展模式 很多人常会说 最懂自己兴趣的人呢 其实是自己 但是 抖音电商大会的公布调研显示啊 很多的用户 其实是在抖音里边刷影片边购物 也就是说 这样的行为很像现实生活里头的逛街 一开始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目标 而是看到了商品 被激发了兴趣 才会产生消费行为 那么一个新的问题来了 究竟传统电商社交电商 跟抖音的兴趣电商 有什么不同呢 具体来说 透过关键制搜索的一个电商购买行为呢 就属于传统电商的消费应用模式 在传统电商应用的模式里头 消费者决策的路径 一定是从需求到触点到信任 在这边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天啊 我们不小心摔坏了手机 那么呢 想要买一只新手机 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到所谓的熟悉的PC Home MOMO电商平台 进行关键制的搜索 那么PC Home和MOMO 就是我们所接触的触点 这时候呢 再从这些电商平台里头 选择我们所信任的品牌 进行下单跟购买 这样的一个使用逻辑跟模式呢 就属于传统电商的应用行为 第二种 最近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电商销售模式呢 就是所谓的社交电商 社交电商的决策路径 是从信任 需求到触点 一般说来 在大陆呢 所谓的社交电商 指的是朋友圈 和所有人之间所应用的一个社交工具 就是微信 而微信之间 透过信任的关系 所建立的一个电商买卖 就是所谓的微商 那在台湾 近来这两年 我们也习惯使用LINE和FB 来建立所谓的购买群组 一般说来 在这样的群组里头 都是在于我们信任 我们自己的一个群组的朋友 并且在信任的关系当中 只要朋友卖什么 我就想要买什么 一路跟水 那么第三种呢 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特别关注的抖音电商 它是一种内容电商 兴趣电商的一种发展模式 对于这样的一个电商的消费路径来说 它是一个从触点到需求到信任的一个决策路径 就像在影片的前头 在谈到兴趣电商的定义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讲到 抖音的用户经常是在休闲放松的时候 持续的刷看抖音的影片 所以啊 她的心情就像是去逛街一样 往往是在刷看抖音的影片的时候 可能看到了某位漂亮的小姐姐 表现出有创意的穿搭 又或是某一位某音达人 接受了某一个商品的应用 那么这时候就有可能吸引到了用户的注意 甚至引起了她的兴趣 然后客户就可以直接透过抖音的创作者的抖电 直接进行电商商品的购买 在这边啊 要特别说明的是 抖音电商的应用呢 目前已经开放到抖音的国际版T-TOK T-TOK的印尼 日本和美国市场 都先后开始测试音音电商的应用 另外呢 IG YouTube的Shorts 也都开始跟进T-TOK的脚步 并且想要一起抢战着 影音电商市场的份额 所以我相信 不久的将来 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会习惯成为 影音电商消费的一份子 那么每一位商家 也都可以应用影音电商 来进行商品的销售跟推广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YouTube 并且开启小铃铛 下一次我将为大家分享 网络上可以免费学习抖音的重要频道 那么,我想要先先 有尊重 那无人 我们的项目 搞不到 那么,现在 了 有尊重 我